中国的史上范在临行前都会有专严做一对一的心理辅导 我之前就很好奇了 你说这眼马上就没了 还有什么好辅导了呢 再从道德的场面去显摘一般 还是穿它上辈子好好做眼 后来经过东方的打听才知道 这个最后的时刻心理辅导 这一个目的 让这些重松极恶的无法之徒 在生命最后的一些时光里原谅自己 听到这 可能有兄弟要坐不住了 这下眼给社会造成了损失 给他人带来的伤害 谁能弥补呢 他们凭什么有资格原谅自己呢 接下来我要说 可能有违背世俗的道德观 甚至传统的教育 背道而驰 无论你犯了多大的错 知识全世界都腿气你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 还是先原谅自己 然后再站出来 塔爷的接受重罚 我知道这个话题趋劣不讨好 搞不好还要挨喷 但是我真的忍不住 不吐不快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视频 山洞济男一个二三十岁的男子 乍车来到大桥上打开双闪 然后困住自己的双腿 从40米的大桥众生挑杀 很多人讨论说他困住双腿 是怕自己后悔 其实在我看来 这根山是对自己的一种处心 他恨自己没有办法原谅自己 所以才会对自己痛煞死守 对世界如此的温柔 却对自己不留余地 你知道吗 百分之九十句 自杀都源于 无法与自己合家而发生了 生意失败 情感受挫 无法永远 如今的狼狈 无法永远 太阳的眼光 我看过很多青僧者 留下的遗书 里面永远都会有三个字 对不起 这里我就极端一点 当你感觉生活难中难 心态炸中炸的时候 那请你闪一闪 朝老板 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宁可我赴天上眼 修药天上眼赴我 因为积极豪瘦 害死一代 离价典尾 因为疑心拼重 戳杀蔡茂 将于导致 被周瑜 诸葛亮活杀撤壁 只是乱兄弟 在积极眼前 庇护活杀时 换作普通年 谁砍得住 这种智者 这种灵魂深处的审判 但是作为帝王 原谅积极 是帝王心法的第一课 离价攻城 惯鼓鼓 你不需要对得起 所有人 更不需要一个完美的颜色 你的世界里面 只有你积极 那一刻开始 他才存在 你烧失的那一刻 他也跟着烧失了 你是你世界唯一的主角 这个时候 你不需要和任何人共情 更不需要理会任何人的感受 你可以以任何你觉得舒服的方式 调整你的厨师哲学 只有这样 才能在极端的情绪下 转危为安 我知道以上的观点和内容很极端 分之不被世俗所接受 但是现在大家累计都很重 破产 负债 失业 离婚 谁都上一桌 压抑很久的火山 随时都会爆发 极端的情绪 也许只能用极端的方式来解决 在生死面前 你已经看到 又有何妨呢 关于我 即将有梦了